郭文貴議員 現在啊 國人最關心的是 美國牛肉的進口 這個 美國牛肉的進口 在你這一次的報告裡面 大概有關的 這個審計的報告 大概是在 199頁 那你這邊的這個審計報告 是針對什麼 是針對中國黑心產品 這個食品進口的檢驗 所做的審計 你做出來的結論啊 是說 食品衛生業務 相關的經費 以及查驗的人力均不足 而且啊 又缺乏有效的 檢驗機制 致使啊食品衛生安全的 事件頻傳 這是你的結論 而且你也提出來說 監察院已經糾正 已經糾正 那現在啊 六月馬上要進口 美國牛肉 這個比起啊 黑心產品啊 還要嚴重 美國是一個狂牛病的一個疫區 美國對狂牛病的一個檢驗 是全世界啊 最鬆散的 現在我們啊 總統府行政院 是決議啊 全面開放 全世界最擔心的 這個治病 這個病因啊 危險的來源啊 脑脊水一直到 內臟 我們幾乎啊 全部開放 脊水啊 內臟 帶骨 這個牛肉 全部進口 缺乏一個檢驗機制 造成啊 國人現在人心惶惶 你 審計 身為審計長 這麼重大的一個事件 你應該要有立場啊 本來在三權分裂的國家 審計的工作是在立法院 是在立法院 那因為 制度上的關係 我們把審計啊 規劃到監察院 但是監察院 能不能發揮 制止這種重大災害 在國家發生 就看你審計長 現在 有沒有辦法發揮功能啊 你總不能等到 整個狂牛 這個疫情 在台灣 擴散開來 完全沒有辦法 控制啊 再來做事後的 一個所謂糾正 事後的一個 人員的一個 啊 彈劾 或是說相關法律責任的追究 已經來不及啦 你在事前 你現在知道 這種重大的一個 危險 你有什麼立場 是的 這個 委員關心的事情 事實上也是 國人關心的事情 我想在整個政府 對 人民的生命安全 有義務 來做一個維護 讓老百姓能夠 免以恐懼 那根據我們以往 對這個衛生室的一個 審核 我們發現說 在這個食品衛生 的一些 檢驗機制 包括經費的一個 配備 還有倫理的配備 都有不止的地方 所以發現說 對一些進口物資的 抽驗比例呢 有不止的地方 那我們也提出 這個警訊 那麼這個意見 那麼衛生室 他也答覆我們說 他要來這個規劃 建立各種這個輸入的一些 檢驗的一個管理 那麼來定定各種這種 衛生的標準 那當然這個是 針對我們提的意見 來做一些回應 那政府如果說 決定開放 這個美國的一種 牛肉的產品的話呢 那麼基本上 他應該有完整的一個 配套措施 包括開放 包括檢驗 包括各種管制 我想委員講的很對 不能夠等到 出了事情以後 才來追蹤 應該是 在事前 就建立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 配套機制 那這樣 讓老百姓 能夠很安心 那站在監督的立場 你是要上課嗎 在損棄的立場 我們 會對於 整個政府的配套措施 等到 在我們最近的一個措施 會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檢驗 包括對監察院的一個 糾正意見 對於他要增加監會 增加倫利 他有沒有去重視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想在監察前追快 對倫鏈的維俗 可以來提出一個糾談 但是在政治上 比較嚴重就是說 如果說他們沒有做好完整措施 那他應該 相關部會的所長 要跟我們大院來覆取 他應有的重視責任 我非常遺憾耶 那也就是說 你就看著他辦啊 你就看著他辦啊 你沒有 你沒有 沒有主動出擊啊 再了解 我們一定會主動來追蹤 我請問一下審議長 你現在的了解 我們現在的衛生主管機關 對進口 特別是像牛肉的一個檢驗 有沒有一個檢驗的一個 充分的一個能力 現在 在倫利的配置 包括監察院的 有沒有充分的能力 有沒有 不過 不過 就是 在整個政策的一個疫情過程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現在對狂牛 狂牛症 美國 牛肉 特別像脊髓等等啊 這種高治病部位 啊 台灣 有沒有 在邊境管理上的 檢驗能力 有沒有 再以後我們發現說 他在這個 港口機場 負責食品檢驗的人 是嚴重不足啦 錯案百分比很低齁 那至於說 對牛肉的部分 我想我們在 這個最近的審計 我會看看他 有沒有一個加強強化的 什麼時候我可以看到你這方面的報告 那因為他是最近剛決定的政策齁 然後 進口以後 我們在最近一次的一個 你要等到進口以後嗎 不是 就是說我們會看他整個配套措施 在最近一次的審計 我們會看到配套措施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審計 我想在我們對這個衛生署 那麼現在年度馬上中療齁 馬上中療 我們在這個年度中療 就會啟動我們的一個調查基礎 在十二月前後 會來做衛生署做 現在是十月 對 還有一個十一月 現在是十月底 啊 十一月 你要到十二月底 要兩個月後 你才來看看他有沒有相關的這個檢驗的能力 我們馬上有沒有保護國人健康的這個能力 你應該立即啟動啊 對 確實 我想我第一步 我會要求 你今天報告之後馬上就要啟動 甚至你現在就應該用電話指示馬上啟動 在審計上我們會馬上來要求主管機關 第一個他要先跟國人來告訴我們說 他有整個配套措施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時候 我這個時候給你三分鐘你擋個電話 去馬上進行這個事 我們這邊有主管廳長 我想這個主管廳長他可以來做這個動作 我看他們都沒有在動嗎 我們第三天第三天的這個五廳長 我們可以來馬上 你可以馬上動嗎 讓這個衛生署來告訴我們 他的一個完整的措施是怎麼樣 這是我們的責任耶 這不是只有民進黨的立委耶 在這邊擔心 在這邊有意見 國民黨的立委 都已經提出要求這個決策的負責 官員 政務官要下台耶 好龍逼市長說我們台北市不吃美國的牛肉耶 胡志強說耶 我也準備要這個拒絕美國牛肉到台中耶 趕快動啊 如果我們沒有這方面的這個 把關的能力的話 要立即啟動這個糾正 立即啟動對決策的一個審計嘛 監察嘛 確實是這樣 我想在這個政府 他有義務要把他整個配套措施 跟國人來宣訴 然後在審計上我們會追蹤他 所定的每一個這個管控措施 他有沒有洛數去處行 這個恐慌啊 啊 絕對不是 無中生有或是一個政治口水 審計長 不是 這是一個重大的一個國家啊 政策決定後 國人重大的疑慮恐懼 我們都有責任要消除這個恐懼 如果行政部門是錯誤的 如果行政部門是基於一些政治利益交換 所做出來對國人健康的一個犧牲 我們是不會同意的耶 我們是堅持反對到底的耶 包括審計長都應該要堅持這個立場 否則你這個審計長沒有任何價值了嘛 現在國人飛飛洋洋的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不能沒有行動啊 不能等到兩個月後啊 現在要立即啟動嘛 你行政部門怎麼保證這些牛肉是安全的嘛 這個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說這個都做不到 你一年一度的這個審計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啊 你平常派了那麼多審計人員啊 住在各地 中央這邊監察院這邊 也有這麼多這些啊 專業的這些高級的官員在這邊 也沒有用啊 專家也沒有用啊 不能制止一場災難的一個發生 讓我們通通變成無用之人啊 這是請審計長啊 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嚴肅的立即的行動 好不好 是的我們會共同來努力 那我們馬上來採取這個 啊 花文來了解的一個動作 另外 老委會 衛生署 也都針對 勞健保的一個補助啊 編列預算 來為 台北市高雄市積欠的 勞健保的這些保費啊 來做解套 你身為審計長 看到 中央的這些主管機關 明目張膽的違法 在預算的編列 發生這種啊 違法亂計的這個事情 你審計長的立場在哪裡 在我今天跟台南的報告也提出來 整個健保的一個速度 它在結構上 就有一些先天不足 所以在長年來 每年都有一些虧損 那這幾年 那麼比較嚴重的事情 除了虧損以外 那麼事實上 他這個整個健保呢 一方面是收入不過支出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 那麼有基欠 這個有四百多億的 一個該負擔的保費 沒有去交給健保局 所以健保局他 到這個目前為止 他借款 借的錢 已經接近一千億 對健保局整個 他的影響上 這個左轉上 有發生很大的問題 那麼最快 我在想在選舉的立場 我們會繼續來督促健保局 來督促他們 應該要依法 他該去促行 該去爭取的 該去收取的這些欠款 他要依法 再去繼續繼續 你再跟我呼言 沈機長你再跟我呼言 中央政府可以編這個預算嗎 我只要聽你一句話 可不可以編預算 來補助地方做基欠 勞健保 這個經費的一個補助 可不可以 在整個中央政府的總預算裡頭 那麼是有補助制度的建議 不過這個補助制度呢 那麼他要依照財政說出 劃分法的規定 來做一種這個 經濟平衡發展 各方面的考量 最重要就是說 這個預算 要透過法定程序 如果大院沒有同意他的話呢 那麼他這個補助款還是 多不出去 所以不管法律規定可否 只要立法院同意就可以 你的立場是這樣子 那麼第一個就是你行政院 你的立場是這樣子 不是 行政院他要依法來行政 他編列各種預算 要有他的一個立足點 然後 最後再透過 我現在請問你的很簡單嘛 就是 中央來編替 台北市 高雄市 來緩緩 這個 勞健保的這個基欠費用的一個補助款 而且合起來 總共編了 四十五億 四十五億 是 你同意他這樣編嗎 事實上這個地方政府欠的款 齁 是接近五百億 那麼這裡頭 我剛剛報告 你是審計長 你不是行政院長 整個制度上 你是審計長 請你告訴我 這種 由中央來買單 法律規定 台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應該負擔的 勞健保的這個基欠 這種 預算 的編列 跟未來的這個執行 你認為合法嗎 在 編列 預算應該由行政院 他本責 那你審計幹什麼 儒責 那麼在審計的之前 我想最重要就是 監督 預算執行 最重要是合不合法吧 接著是恰不恰當 有沒有符合 不合法的話就移送法辦 對不對 不恰當的話就移送糾正 糾正並沒有法的問題 是恰不恰當 裡面列了一大部分說 這個不恰當 那個不恰當 但是現在 有法律上的重大爭議 你卻不發抑語 你不說任何一個立場 我想在我們的主則上 那麼這個衛生署 或是健保局 他必須要讓他 我跟妳講啦 他必須要讓他 我跟妳講啦 補助 那我跟妳講 一句話 是說 好 極度 四年 這裡 Shim 是 這裡 這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